每年冬天四面八方的游客 涌向茶甘湖 除了可以观看东部 还可以在附近的农家乐 吃上一顿茶甘湖的全鱼宴 甚至住上几天 体验一番东北特色民宿 茶甘湖渔场村民上瘾 在两周前就已经收拾好 自家的客房 准备迎接游客的到来 大伙从冰上回来以后 感觉到冷了 上炕 在炕上热乎不温 像到自己家一样 我家这炕都是疗米肠的炕 我一米酒完全躺着没问题 你看前面还咸鱼这么买 上瘾的农家乐 有十二间可供住宿的火炕房间 这已经是他经营的第八年 每年络绎不绝的回头客 让他根本不用为客源发愁 八百块钱一个房间 但是我们家这炕是住五到六人 之前都得一个月到两个月 就开始一定了 这几年上瘾家的年收入 都能达到二十万元左右 在茶甘湖 除了民宿体验 全鱼宴 也是全国各地游客 慕名而来的重要理由之一 即使小店不大 每天的营业额 也能达到两三万元 现在我这客源就是宾馆 基本上订满了 现在是餐饮这块 也都订出不少桌了都 就知道优优独的时间了 请不吝点赞 松女线